那他在開始是匡列 為案864 907 909 910的接觸者 那是1月19日進行居家隔離 那隔離期間曾接受5次的採檢 那結果都是陰性 那另外我們新增了一位 就是我們的本土案例案934 案934呢 他寫作為案863 864 865 907 909 居910的家人 那他在開始是匡列 未案864 907 909 910的接觸者 那是1月19日進行居家隔離 那隔離期間曾接受5次的採檢 那結果都是陰性 那隔案2月7日出現發燒 流鼻涕 等情形2月8日 自覺已無症狀 因為申請外出奔上 由衛生單位安排至醫院採檢 那依今日確診 那案934 之同住家人4人先前以匡列為864的 接觸者且隔離期滿 但未求慎重 將延長4人居家隔離期間至2月22日 北北桃區域 所轄的醫院 至2月10日起 回歸現行的 陪探病的機制 北北桃區域 所轄的醫院 至2月10日起 回歸現行的陪探病的機制 那這樣維持就跟其他地方一樣 以前我們是禁止探病 現在就維持 就是那個陪病者一人 那探病的 應該是每一個遺憾 每天一個時段 那至多兩名訪客為原則 那醫院當然是他們的情況可以予以調整 那已經採了1742人 那總共是有陰性 已經出來的有664位 布桃的本身 PCR這部分本來就完成 環境也完成 那血清 現在就準備要做1759人 那已經採了1742人 那總共是有陰性 已經出來的有664位 那檢驗中的是1078位 月bad誠 zie蔡 福建筑 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